台湾的女儿 拳击好手林玉婷 夺下我国拳击史上第一面奥运金牌 但过程却深线性别争议 让不少台湾人跟外国媒体都看不下去 台大名医石井中的女儿也力挺林玉婷 手绘一系列的漫画 而围棋两周的巴黎奥运落幕 台湾代表团由金牌拳击女将林玉婷 和田径选手台湾最速男杨俊翰 共同担任掌器官 带领台湾队进场 但转播单位没有拍到台湾队的特写镜头 也引发网友讨论 会舞旗帜在欢呼声中帅气登场 巴黎奥运闭幕式台湾代表团 由金牌拳后林玉婷 和田径台湾最速男杨俊翰 共同担任掌器官 不过转播单位却没有拍到台湾队的特写镜头 让不少等候转播的观众欺诈 可惜当然会 一样一个国手当然是不容易 而且有机会可以当一个掌器手 当然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 但是没有画面 对 是当然会觉得很难过很失望 两人挥舞着我国会骑进场时 没有任何特写 观众得从茫茫人海里走人 有网友说林玉婷这回扛住 各种压力夺下金牌 让世界看见台湾 而台大妇产科名医市井中的女儿 也为林玉婷作画声援 可爱的馒头人因为赢得金牌相当激动 底下还有三个带有各种笑脸表情的茶包 比喻女性就好像茶包一样 在你把她放入热水之前 永远不会知道她有多么强大 这一系列的手绘漫画搭配英文图说 以林玉婷遭受性别争议为主题 在社群平台上一发布 就吸引超过万人按赞 这是她高中老师鼓励他们的话了 她一直谨记在心 我想林玉婷也是这个样子 她碰到这么艰苦 不但没有被击破 反而激发出她更强大的力量 直说女儿是从国小就开始作画 很有正义感 其中这幅描会的林玉婷 为了保护妈妈不受家暴所苦而练全集 更是感动不少人 直呼林玉婷的勇气 远比金牌更珍贵 记者魏婷娱丁宇综合报道